自英国首相鲍利斯约翰逊3月27日在其推特上宣布 确认感染新冠病毒之后 一直自我隔离与病毒斗争 但据英国广播公司刚刚的消息 日前因新冠肺炎症状持续而入院的55岁英国首相约翰逊 4月6日已被转入重症降落室 发言人称 自周日晚开始 首相在持续出现新冠症状后 一直在伦敦圣托马斯医院接受医生的护照 据了解此句是听取了医疗团队的建议 按照法律规定 当约翰逊由于健康原因 或者一旦出现 补测无法主证时 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 将临时接替首相掌管政府事务 鲍利斯在3月27日推特视频中称 其健康状况尚可 只有轻微发烧及咳嗽情况 会在家进行自我隔离 并继续线上工作 指导一线抗击疫情的工作 其后一直在推特每日进行更新 最后一次推特视频 过期为4月3日 视频中首相成立 进行了7天的自我隔离 感觉良好 但是还有轻微的发烧现象 所以将继续进行隔离 但是视频中可以看出 首相面色非常虚弱 并且说话也是气息非常短促 或不担心 英国当地时间4日 首相鲍利斯约翰逊的女友 凯利西蒙斯在社交媒体称 由于出现新冠肺炎症状 过去一周一直卧床 但是因为女友凯利 今年32岁 比首相年轻23岁 在经过7天的休息后 在其社交媒体上称 其感觉有所好着 并没有做新冠病毒测试 令人更为担心的是 凯利西蒙斯 如今正处于孕期 唐静街10号一位女发言人 先前向发行社证实了首相 与其女友即将订婚 并迎来新生命的消息 首相鲍利斯并非英国高层 确认感染新冠的第一人 英国皇室的身位继承人 威廉王子和哈利王子的爸爸 戴安娜王妃的老公 现年71岁的查尔斯王储 在英国时间25日早上通过 新冠肺炎检测后呈现阳性 确认已经感染了新冠肺炎 这个消息也已经被英国皇室 官方克莱伦斯公证实 英国高层的病情确诊 使得英国陷入了新一轮的恐慌 很多人在担心 鲍利斯确诊阳性又传染给了谁 会不会整个英政府高层全军覆灭 希望英国首相可以在接受治疗后 病情好转 重新带领英国人战胜疫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